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角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哇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再创了历史新高 来到了21668 最终是小涨了55点 指数说在21607 成交量也扩大到5099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 每天都在创新高 我最近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没有最高 只有怎么样 更高 只有每天都更高 昨天涨300多点 今天一开盘就涨117点 可是今天卖压很重 今天历史高点在开盘的时候 来到21668 可是很快的20分钟时间而已 从涨117点 一度变成下跌75点 那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重的卖压 但低档减便宜货的动作也是蛮踊跃的 最后收盘指数涨55点 那指数虽然涨55点 你知道今天OTC跌了0.75% 今天上市加上跪 涨的加速 只有303加而已 有高达1396加是下跌的 那92加是平盘的 所以今天8成的股票都是下跌 指数虽然涨55点 可是8成的股票是下跌 大妹 对为什么 你知道 大陆从今天开始 为期两天的 为台军演 军演 所以很多人吓到 520 总统就职演说结束之后 大陆做出一系列的反应 一系列不理性的动作 从今天开始 连续两天的为台军演 所以很多人听到 大陆要做军事演习 走到就没高兵了 真的 有那个必要啦 没那个必要 这只是短期效应而已 大陆什么时候不演习的 大陆随时都管在演习 对 对 那每次演习 你都要吓到 那你还玩得下去吗 你又不用算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看得懂 不要随时人家一吓 然后 你就被吓到了 你股票就杀出来了 那等到事后 你又要去追高 没那个必要啦 心情放轻松一点 格局放大一点 但今天行情跌 跌是好事啊 让你有减便宜货的机会啊 总的不是在甘休 是 今天成交量 五千零九十八亿 哇 这么多 早盘下跌 嗯 卖压出来了 是 对 下跌怕量嘛 对不对 所以下跌 卖压出来 可是能够拉回来涨五十五点收 代表第一档在捡便宜货的 也是很踊跃嘛 那你是站在哪一边 站在被吓到卖出来的那一边呢 还是站在第一档捡便宜货那一边 嗯 应该是吓到那一边 哈哈哈哈 害怕 站对边你就赢了 是 站错边你就输了 嗯 站到边就输了 是 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跌两百零一点 纳达克跌三十一点 零点一八%而已 变成报道题涨了一点零八% 昨天美国股市 AI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持平或小跌 因为在等 NVIDIA的财报 对 等汇大财报 嗯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焦点是在太阳能 太阳能 太阳能股昨天涨幅都高达17% 18% 因为大陆对于中国外销的产品 最近克很高的关税 从太阳能 面板 那到 电动车 很多项目 都克很高的关税 那这个对于 当地的产业来说 当然就是大力多嘛 对 好 那大家最关心的NVIDIA财报 在搜盘中 终于公布了 那公布的结果 盘后交易 大涨了6% 哇 大涨6%是利多还是利空 当然是利多啦 对 因为利多是本来就预期中的东西嘛 那财报利多 盘后大涨6% 也带动的跟NVIDIA相关的公司 不管是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 甚至于跟NVIDIA 财报本来就一直都很乐观 所以今天行情 虽然八成股票下跌 可是光是台积电股价再创新高 台积电今天起来11块 台积电今天已经来到877块钱了 对 光是台积电一家占指数就占了90点了 那红海今天也涨了4块钱 红海占指数也占了17点 联巴科 联巴科间股价涨了20块钱 占指数也占了10点 只有这三斤加钱 加全指数就占了20点了 所以今天很显然的AI带头冲 个股 尤其传统产业有些涨高的 今天都做出了回档 这个情况 林合院早在两个礼拜前就跟大家预告了 记不记得 当台北国际电脑展 日期一公布之后 林合院就跟大家预告 台北国际电脑展将是AI行情的再起 你看说两个礼拜 在这两个礼拜里面 美国AI相关个股 一档一档创新高 微软发表新的 AI PC 微软股价创历史新高 带动着惠普 Dale 美国两大电脑品牌 股价也跟着大涨创高 同时跟NVIDIA有关系的 不管是高通 预期着会有AI手机的换机槽 或者美光 博通 麦威尔 这段期间股价都已经领先创高了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 把格局看大一点 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台湾这种小众小的格局里面 格局放大之后 看看全世界现在在做什么 就好像之前 美国航空股在飙涨 达美航空飙了70%了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的航空股还无动于衷 林儿燕看到第一时间跟大家讲了 美国航空股在飙了 台湾航空股在注意 你看讲完之后 从31涨到38 包含华航 虎航 全部都大涨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想别人早知道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用功嘛 别人偷懒 只是看国内状况 你用心 多注意国际的情况 那你就别人了解更多东西啊 对不对 这样你就能够领先市场布局 当行情来的时候 别人就帮你抬轿了 可能这个对于你们来说有点难啊 因为毕竟股票分析是一份 很专业的功课嘛 你专业的东西如果不够 叫你多用心下去找资料 可能也不容易 那不妨花点小成本 让林的燕带着你做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你的输赢都不是便当钱啊 你的输赢是欧帮上面 大输赢的钱啊 股票输赢才是重点 资讯费的便当钱 都不重要 能够协助你在市场上赚大钱 才是最重要的啊 对不对 当今天行情八成股票跌 是 我看今天融资应该会大减 那你敢买 你就赢人了嘛 那如果又买对 那就不得了了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们今天 也在会员买了一些股票啊 我今天给会员讯息第一通 论泰权 66块钱买进 论泰权今天最低 来到65块半 真买 那为什么买论泰权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嘛 南山人寿的财报 对论泰权 会有很大的贡献 光是第一季财报 就已经赚了4块多了 每股净值已经拉高到96.6了 那股价才六十几块钱而已 有跌你还不买 上个礼拜最高涨到75块钱啊 那这两天从75块钱掉了下来 所以你要趁低的时候 赶快捡便宜 你才会赚得比别人多嘛 你不敢走 你能看你去五楼走嘛 我今天金箱店 趁拉回的时候 峰之辉买金箱店买200块钱了 最低199 买完之后马上涨回到203 哇 金箱店股价从280压回到199 压回那么深 每股获利 今年第一季 比去年成长130% 金箱店是印刷电路板 它的印刷电路板 主要是用在 伺服器的部分 所以它是专门AI用的印刷电路板 所以在第一季的业绩已经成长130% 那股价从280拉回到199 我是不是教过你们 如何去挑 有机会 大涨的AI股 从业绩出发 找业绩大爆发的 加上股价经过大幅修正的 你如果找不到你就快买 那如果找不到就快找到你们的印 金箱店是不是属于重情况 对不对 所以今天趁压回的时候 我们200下去买 盘中马上拉上来 203 很买就很坦了 现买就现赚了 今天光宝科涨停板 所以大盘涨跌不重要 重要是你压对保压错保 你看我们今天光宝科涨停板 前一阵子外资一直在降光宝科目标 会员好担心 老师外资一直在降光宝科目标怎么办 我告诉你放心 等外资卖完之后就上来了 果然外资卖完之后 最近连续几天 从90间已经来到113了 尤其在今天 行情在大跌的时候 个股在大跌的时候 反正我们光宝科就涨停了 今天自新也大涨 今天自新313了 我们没几户 260跟270两个价格 260买的 今天313 1.5万3 10.5万3万 今天大涨 自新我也跟大家讲过 国内最赚钱的类比IC 去年1个担17块半 打了5个月底完全没有动 林人院专门找中 赚大钱要不然去的股票 让你卖小费 等到行情一发动之后 你就赚最多钱了嘛 是不是 今天台大电也大涨啊 光宝科台大电全球两大电源供应商 台大电最大 光宝科第二大 台大电今天来到335 我们几户目的 我们第一趟 280买 350买 第二趟 295买 330买 第三趟 305买 今天 335 好了 前面都不要算了啦 就算这趟 305买 到今天 335 一趟就3万啦 是 一趟就30万啦 嗯 今天就这么好谈啦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你不会做正常的 因为股票不是你的专业 可是股票却是零和业的全部 我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研究 都在看国际之间的 股汇式变化跟财经状况 所以你花点小成本 跟一天一起合作 我把我研究的心得 跟你分享 同时带着你 买底部的股票 嗯 刚一边都得好啊嘛 对不对 今天微信也大涨啊 嗯 今天微信也大涨8% 昨天涨5% 今天涨8% 两天加起来涨13% 哇 因为最近微软发表 新款的AIPC之后 国内 三大品牌 红基 华硕 微信 也全部都有 新的AIPC发表 那你有新产品上市 股价大涨就是正常了嘛 对 今天台光店也涨啊 你看今天8成的股票跌 因为我们的股票 几乎都涨 为什么 真的 我们早就提早布局 AI概念股了嘛 我两个星期之前在你们讲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嘛 所以指数涨跌不重要 重点是 你要随时掌握 下一个轮动的主流 嗯 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你事先卡位 那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一天一个便当 你就能够达成 行情 才正开始而已 电脑展 都还没有开幕 所以AI行情 才刚要开始而已 千万不要错过 对 那我买对的股票 嗯 当连天带着你做 跟当连天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指数再创新高 选对股票 更对老师就非常的关键哦 要恭喜何彦老师的会员 今天光宝科亮灯掌停 真的是好厉害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光宝科 智星 台达电 台广电 还有微星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营收大爆发 股价大幅修正的AI概念股 你就有机会反败为胜 记忆部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要恭喜何彦老师的会员 最近在布局的光宝科 亮灯掌停 真的是好厉害 还有论态拳 金像电 以及台光电 都是波段大涨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 239 239 239 02 239 239 239 88 何彦老师的单股揪揪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会长的股票 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 赶快把握机会 来跟上 02 239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另外手中有股票 套劳的问题 或者是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加入 何彦老师的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 加入之后 在盘中即时的讯息 还有老师的看法 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Lite 在ID是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顾的林何彦老师 指数再创新高 选对股票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肩涨55点 可是却有八成的股票 是下跌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被吓大了 是 从小被吓大了 真的 然后稍微有人吓你 马上你就被吓得 说说了 魂不守舍 是 千万不要这样 心要定 心定 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动作 肩成交量 五千零九十八亿 七十一%的资金 都在电子股身上 所以今天草原产业好惨 因为草原产业前一阵子 有些涨很高 那涨很高 当大家担心害怕的时候 起管呢 当然是人家撤退的首选嘛 对 所以林何彦一直跟大家讲 起管就不要去摸啊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上市贵一千七百家 用心去找 还有很多底部的好公司 那电脑展行情 两个一半已经 我就开始预告了 所以这个就要 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没有人在注意的时候 林何彦就事先提醒你了 那果然现在 资金开始归对到 电脑展的个股 这次电脑展 全部focus在 AI的部分 全部都是以AI为主轴 两个礼拜前 我开始在讲的时候 你有跟着买 你就赚大钱了嘛 你看技家 我们280买的 305在家嘛 昨天技家已经来到333啊 一厂就五万块啊 今天技家是跌啦 跌好啊 跌力超机会再减便宜嘛 是不是 现在法人已经把技家的目标 喊到658 法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哦 技家今年每股获利 目前市场预估 应该会有15块钱 去年一片是8块多 今年15块钱 那是不是几乎翻了一倍 所以获利翻一倍 股价从394拉回到280 那就符合我们所说的吧 获利大爆发 股价经过大调整 中国就对了啊 那这两天为什么 换维新在大涨 对 技家维新两家公司 营运在差不多的状况 都是以板卡为主 那同时又有笔电 那这次又有AIPC 那包含市负期的部分也有 两家公司获利又差不多 你看技家第一季 3.15 维新第一季 2.95 插多少 插两个 对 插两个 一个三百几块 一个只有八十块而已 差很多 怎么插多少 对 两家公司做的一样 东西差不多 获利也差不多 股价差了一倍 所以维新新品一发表 股价连续两天飙涨 那是净凶的啊 对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多比较 你就看得懂 台光店五百五跌到三百五 第一季获利成长三倍 这就对了啊 这就符合我所说的 早赚大钱 获利开始引爆 股价反而大幅修正过的 自然它就会有大涨的条件 你看台光店我们三百六买的 涨到四百五 一张九万 一张九十万 对 包含台光店也很久啊 那你敢买 涨停 你就开怀大笑了嘛 是 电脑展的行情 刚要开始而已 你要压对保 找林和苑教你们的方法 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经过大调整修正的 赚不 赶快找林和苑就丢 趁行情个股有修正的时候 赶快下去减便宜货 一张一个便当 把他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以及分析 会长的股票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哦 进出的部分有老师的讯息在手 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 想要复制技嘉 台光店 光宝科 还有台达电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营收大爆发 股价大幅修正的AI概念股 你就有机会 领先卡位在底部 进一步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林何彦老师 好 祝大家抽出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你之前已经做过了技嘉 还有材料KY 台达电 台光电的波段大涨 接下来这一档龙赚单股三 一定要好好来把握跟上 欢迎你利用我们全新的特别业务活动 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会讲的股票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咯 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